前幾天我們幾個選民力量的成員 一齊在立法會議事堂的聽證會裡面 堂前三國公 哀悼民主而死 但其實我這幾天自己的心情都是非常沉重 覺得這個惡法無論如何都要過 但直至今天聽到兩位議員他們所講 這種拉布戰術 我覺得原來有些生機 好像醫生見著一個病人 一心以為他死了 原來不是 還有機會 電他幾下之後可能心臟會復甦 所以對於我們來說一定要這樣做 其實我們可以看回拉布究竟有什麼意義 以及換回來的時間究竟有什麼意義 拉布的意義其實是一個積極抗爭 如果你相較於他們原先兩黨 即公民黨和民主黨的想法 是想著什麼都不出聲的話 第一 他們不出聲 就是不會被記錄在歷史裡面 只會在過程裡面寫他們全部沒有發言過 這樣就完結了 第二 以林瑞麟局長對於一個人不出聲的理解 他就是說如果逢人不出聲 不會表態的 其實就是等於支持他 這件事在去年五區公投的時候 已經很清楚末現成為了他今時今日的子彈 所以如果兩黨都想著掩蓋口不出聲的話 就會被林瑞麟局長解讀成為支持這個方案去通過 所以這件事是不可以接受的 其實一個所謂一個積極的抗爭是怎樣呢 就是我們會守他的規則 但是在這些漏洞裡面去積極努力 希望攻入他的縫裏面 其實用回如果林局長對於什麼要廢除 什麼要取締的邏輯去想 他這麼討厭拉布 或者香港市民最後都是討厭拉布 他就應該反對議員從此 在議事堂裡面提出修訂 你明白嗎 即是說如果好像去年那樣 如果他是討厭議員辭職發動補選 於是結果要整個補選都廢除的話 同樣的邏輯放在今次這裏 就是如果市民大眾被他解讀為討厭議員拉布 他最後應該廢除所有議員在議事堂裡面 提出任何修訂動議 所以其實這件事是很突顯到他的荒謬 而第二就是換取回來的時間 究竟有什麼意義呢 就是我們需要時間去醞釀 讓到更加多的市民去認識這個惡法 是怎樣去直接去取取自己一個普選權 如果我們說去年民主黨 幫我們拿回來那個區議會一票 是叫做已經接近普選 然後牙斬斬可以取公的話 今次因為他們去年盃國五居公投 以至到今年直接間接 我們沒有了這個 這個一向與生俱來有緊的一個補選權 那我就完全是叫做 撿了芝麻就掉了西瓜 我就完全是在乎於今次這個補選 那個普及而平等的權利 而其實一點都不在意 去年他幫我們爭回來那個區議會選舉 所以其實今次如果他們肯參與 是一次一個表達的方式 就是他們呢 叫做什麼 叫做修改他們原先 就是錯過理解 幫我們一齊市民大眾 去撿回那個西瓜 而不是呢 再繼續牙斬斬斬 拿著芝麻 而第二呢 就是呢 其實過了幾個月之後 其實會接近一些區議會選舉 而政府其實對於這個區議會選舉 你不可以說他不看重 他一定是會希望各樣東西 譬如7.1之前 他都開始想涉一下火 譬如又會開始提復建居屋 中央又會給藝眉眉出來 於是乎我們就叫少了一個slogan 即是不能叫釋放藝眉眉了 所以我們都很有理由相信 臨近區議會選舉 即是在這些上面 他們可能在一些 這些這麼惹火的議題上面 其實可能就會 站得沒那麼強硬 那這些也是我們反省的契機 其實實在香港市民輸得太多了 其實在之前一路由 上年高鐵 公投 政改 一路不斷輸 大家都太過灰心了 但人民的力量相信人民 所以我們認為 只要我們所謂民主派的人士 能夠堅持 去把 叫做什麼 周恩經常說 鼓動風潮 鼓動風潮 人民的力量就能夠匯集 然後就告訴政府 不是他可以為所欲為的 我們是可以給他一個 下馬威給他看的